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介绍的这款 是之前有安排的试玩名单 结果回过头来想到的时候 台版已经上线了 不过没关系 可能还有人跟我一样不知道 香肠派对 游戏在中国2017年正式上架 并在2021年推出国际服 自推出以来 光在中国的Type上 就有超过1.5亿的下载量 目前也还是保持一定的讨论热度 可见其魅力不同一般 开发商是中国的真有趣游戏 中国的代理商为心动网络 该公司也拥有真有趣18%的死骨 台版的代理是新重力数位科技 但这间应该也只是挂名用 实际应该是由心动负责 而在台湾跟心动这间公司有关联 并且有发行的作品 2017年的少女前线 开发商是中国的上海散报网络 台湾的代理是心动旗下 负责营运中国地区以外的子公司 农层网络 以及童年的先进传说RO 守护永恒的爱 前期的代理是维树娱乐 2019年10月12之后 则是交由原厂重力社 在台子公司 格雷维帝互动负责 而该游戏实际上是原厂 授权心动网络所开发 而心动网络目前预约代理中 有一款雷顿教授 我还蛮期待的 是属于解密类的作品 但这款没什么课经典 台湾可能没有厂商会想代理 那回到游戏本身 其实就是很典型并借鉴PUBG这类的吃鸡游戏 而听名字也知道 它不会太正经 画风就是走可爱版的香肠人风格 整体难度会稍微下降 也没这么硬核 因此也很容易吸引低龄玩家 游玩期间应该会碰到不少小朋友 其他像地图种类跟玩法上 如果你有玩过同类型的话 应该不会太陌生 一开始可以先单人模式玩完 在段位不高的情况下 一般会配到人机 可以拿来练手感 跟了解一下操作 有跳跃可以闪避子弹 也能听声变味 然后不小心 还可能会炸死自己 后期上手的话 你可以找朋友一起打端 而游戏唯一的客经典 就是时装外形 但不买也无所谓 反正买了也是更容易一当标靶 目前看到最多的问题 就是外挂跟BUG 以及伺服器连线不稳 外挂这点 毕竟人多必有白痴 真的很难完全杜绝 其他方面就看公司 是要摆烂还是好好经营了 结论 一时吃鸡 一时爽 一直吃鸡 一直爽 如果喜欢侧旗游戏的话 可以下载来玩玩 未来也会上架PC版本可以玩 但会跟手机玩家分开匹配对战 避免对战上的不公平 最后恭喜台湾 Sigono工作室旗下的 OPUS龙麦常哥 获得微比奖 台湾虽然有那种 只想掏空公司 并做垃圾手游片刻的二子厂商 但还是有很多很有才华 并研发好游戏给玩家的开发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